各位朋友平安 欢迎收看每日亮光 有人说消费是现代新兴的宗教 现代人疯狂的消费 却达不到真正的满足感 因为物质的东西 只会为肉体需要带来短暂的幸福感 上帝虽然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但却给了人从上帝而来的一口气 因此人成了有灵的活人 因此满足肉体会让人感到一时幸福 但其幸福感并不会持久 或真正使人感到幸福 因此人的内心依旧空虚 唯有如同今天的圣经 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六节前半段 耶稣说 给人生命的是圣灵 肉体是无惧一事的 是的 人所追求的是灵里面的满足 而非肉体物质能达到的 有个故事说 一位父亲很有钱 有一天他带着儿子到乡下去参观 要让儿子知道什么叫做穷 也要他实地体会一下穷人的生活 就让儿子在一个很穷的农家里住了一个礼拜 农家的孩子们要负责帮忙喂养家畜 要负责训练帮忙农室的狗 班王时分为了要节省水费 农家的孩子们都到附近的小溪里去洗澡 因没有钱付电费 晚上只能全家聚在黑漆漆的院子里聊天 当他从农家回来以后 爸爸就问孩子 你觉得这趟行程如何啊 孩子说很好耶 爸爸 孩子问道 你终于见识到穷人家有多穷了吧 是啊 孩子点点头 爸爸又问 那你又看到了什么 孩子回答 爸爸 我终于见识到 我们家到底有多穷 孩子继续说 我们只有一只狗 但他们却有四只狗 那四只大狗在他们小孩子的指挥下 又听话又懂事 当他们家的孩子真的是好神气啊 而且我们家只有一个游泳池 还是在花园的中间 但是他们却有一整条的溪流 没有尽头 他们每天都可以一起尽兴地玩水 我们家却只有我一个人在游泳 还有还有 我们家的花园啊 只有一排进口的这个路灯 可是他们家却是有满天的星星 他们每天都可以 晚上都可以聊天聊得好高兴 可是我们家却没有人可以跟我聊天 我们家的空间只有到前面的庭院 但他们却有整个天地的空间 亲爱的朋友 别让虚空的肉体满足欺骗了 唯有回到创造人类的主宰上帝面前 与他连结 才能使我们的心灵得到真正的满足 愿我们时时与上帝连结 看重比肉体需要更重要的事物 让我们的心有满足 得到真正的富足与自由 感谢观看